这是侦察兵的战术背包 大概有15公斤重 除了常用的武器和战术作业工具之外 每个侦察小队还携带了无人机 测距仪 夜视仪等侦察器材 他们要在两天两夜的时间里 自行选择行军路线 渗透到50公里外的目标区域 完成侦察任务 演练开始 各侦察小队迅速完成战斗编组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在最短的时间里 寻找一条安全快速的行军路线 前方水域遭不击欺染 立即处置 快速穿戴防护机材 通过前方河流 穿群衫 钻密林 岳峡谷 对于侦察兵来说算不上困难 随时变化的战场情况 才真正考验他们的能力水平 在牵引横渡的过程中 官兵们遭遇模拟生化袭击 带着防毒面具 呼吸和视野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体能消耗也大大增加 距离目标区域越近 侦察队员的行动就越要忠密谨慎 为了不打草惊蛇 指挥员决定就地隐蔽潜伏 等待夜幕降临再发起攻势 此时一些特殊的侦察装备 就派上了用场 通过我们新兴的夜市装备 我们可以掌握极限的观察距离 对于夜间行军来讲 相当于掌握了一把夜市原规 以各个目标点为原心进行化缘 可以为我们更好的规划行军路线 在敌后行动过程中 为了快速渗透 同时避免被敌人发现 侦察兵往往不能选择寻常路线 这是一座高50米的断崖 崖壁的一侧还设置了固定靶标 想要练就更硬的铁拳头 侦察兵必须克服自身的恐惧心理 快速攀登崖壁 准确命中目标 本身这个科目对手臂力量要求就比较高 同时还需要单手持枪射击 就必须要控制好自己的呼吸 在持稳枪的一瞬间果断激发 经过两个昼夜的极限行军 队员们最终成功渗透至指定区域 并将敌方信息通过北斗回传到指挥所 侦察任务圆满完成 未来战场瞬息万变 这次演练多要素全流程组织 既考验了侦察分队组织指挥和临机处置能力 也检验了5G装备极限性能的实战运用 全面断造了实战背景下的综合作战能力